自从这个苍龙130的出来以后 我现在挨完大配置了 长拉锯大配置 中长拉锯 目前我的皮筋就是3015的大锥炉皮筋 因为它是30的衬头 130嘛 30的衬头 这打起来 那感觉不一般 这个塑料瓶直接穿着呀 PET材质的 130的仓龙 铝泰仓龙 便携版 是为了满足爱玩暴力的朋友 生产的 130公门 公宽130 宽度130 呃100 衬头是30 当然 以前不够大 这个衬头还可以调得更大 这个公门是可调的 目前我正好 正好我 爱玩的就是130 所以它不用调 这个白皮使用的是 3015 0.65 这个配置 穿网脑机 穿这个红牛罐 那是轻轻松松的 但是我想打别的 打点软的东西 我们知道软的东西更难穿 好 这里有两小瓶 装着不明液体的瓶子 这个颜色是什么 你们一猜就知道啊 肯定不是啤酒 对吧 这个 这种液体 它时间长得会产生气体 所以打起来挺好玩 现在我就要 用我的130的苍龙 看能不能贯穿它 穿这一面是肯定的 那不叫什么 关键是能不能看 看它能不能对穿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穿 那可比 那个红牛罐难 它是PET材料的 是软的 没有一定的动能穿不了 而且我要试试 使用9毫米 再使用10毫米分别穿一个 到底看看它适合哪种配置 我准备了9毫米和10毫米的 我觉得9毫米的穿动性强点 10毫米的动能要强点 就我们130唱龙穿 我们先不说精度 先不谈精度 我先进去试穿一下 先用9毫米 看看 如果站远了我怕打不正 这个东西瓶子很圆滑 稍微打不正 就不会爆 我现在试试9毫米 哇哦 这明显是对穿了 喷了我一脸 我操 10毫米 都是对穿 肯定是对穿 你看两个洞 这个还打得有点斜 现在是9毫米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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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还是9毫米比较强 按说应该10毫米比较强 不过这两个镜头看不出哪个到底哪个强啊都对穿了 都对穿了 但是我还是选 选 选9毫米还是10毫米的 选9毫米吧 9毫米省钱一点的 10毫米 10毫米大隔一发就打起一毛钱 卧槽 卧槽 这是插边的 我看的是从底下弹过去的 照样怼穿了 我看的是从底下弹过去的 我看的是从底下弹过去的 一点都不衰减 长啊 这个追度确实是强